要知道比數的話 可以用我們之前教的嗎 我們之前有教過Count Count是算裡面有數字 可是我們編號裡面不是數字 是文字 所以用Count A 如果多一個人你會發現 有沒有 這上面數字又跳一個 多一個 如果又多一個 他又跳 所以像剛剛同學問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裡面的最後一筆 那如果我只要用Count A 那我就知道說 這裡面最後一筆 那個人是誰了 那當然你可以再把它串 就是把那個 這個那我怎麼做基本上就是用Count A 去算怎麼呢 直接就選一整藍就好了 反正這一整藍 只要有增加嘛 那我就自動就會返還 那這個一選他就A冒號A 意思是這一整 藍 那如果有增加的話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得知現在總共有幾筆資料 這也是OK啦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做更複雜的還是像一般就是大量資料處理的話那還是需要用到程式去解決 如果 他這個地方是可以返還到底有幾筆 不過最後記得要減一啦因為扣掉欄位名稱這個地方 OK好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有一題是那個資料這個 325 人事資料分欄 那顧名思義啦 所謂的人事資料分欄意思說把B欄裡面的資料 這個先 把那個B欄裡面的資料有沒有 把它分開 那分開的話呢 就是每四 有沒有每四個資料 幫我分成縱向的變成橫向的 每四個 有沒有 分成橫向的 你看看得懂那個規則吧 OK所以這邊的話呢基本上 那這個是已經完成啦所以 示意圖就是讓你知道 那 當然我們要解決幾個問題 資料如何四個搬過來 四個搬過來 搬過來之後第1個完成了第2個還要怎麼樣呢 再取代掉什麼 前面 有沒有 入職時間冒號因為這個多餘的嘛因為上面已經藍位名稱你前面還加一個什麼入職時間冒號多餘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做 請各位把這個 範例題打開之後的話 這邊可以刪掉 因為這個是示意圖讓你知道說有這個結果所以這個再來就是你要做的 那你要做的如果說你用的 當然你可以用什麼呢 你想說 同學 之前同學是第1個就想到說老師我用V乳函數可不可以做 因為大部分同學 查詢的話還是只用V乳函數 可是問題 像這一題 他沒辦法用V乳函數 我講V乳函數 前面有講過啦 他只能夠查怎麼查第1欄 可是第1欄怎麼查 沒有東西可以 而且他第1個參數是 LucaValue OK 所以 如果假如我們用什麼 用那個 V乳函數 沒辦法 那所以剩下兩個選擇 一個是用index 一個是用index 所以你在使用函數的時候 剛開始 假如你不會用沒關係啦 慢慢推理嘛 反正推理好 第1個 那我們知道可以用兩個函數index 可是問題index怎麼用 沒關係 插入函數 先用什麼 用減數與參照 那我們先 先知道我們到底要提供給他什麼東西 第1個是range range指的是什麼 從b2 到一直往下 這個是我們 可以圈選的範圍 對不對 第2個是什麼呢 Row 哪一列 那如果是第1個就第1列 第2個就第2列 第3第4第5 藍因為只有一藍 所以這邊只會 有一個答案 一藍 因為這邊只有一 所以這邊會變的話應該是什麼 這個是1 這個是2 這是3 這是4 5 6 7 8 有沒有 所以呢如果說 我們只要做一件事 假如我可以先變出 什麼呢 儲存格裡面 12 3 4 5 6 7 8 9 10 11 這個 home 這個上面的數字指的就是 我要抓的是第幾列 然後我有那個公式 我再把那個公式貼到這個格子裡面 我的答案就出來了 應該可以理解吧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產生12345678 哎 這裡的話呢 就必須用兩個函數 Colon跟Row 所以我說Colon跟Row很重要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要抓哪個資料如果你不用Colon跟Row的話 你就沒辦法了 所以這邊會需要用到Colon跟Row配合index 那答案就出來了 可是Colon跟Row要怎麼快速的把 1234做出來 特別說 我前面先插入函數 用什麼用Colon 按 確定 橫向的 4567 可是你想說不對啊我要1234怎麼辦 減掉3不就好了按確定 橫向的 1234了 但是我向下填滿會怎麼樣 還是1234 他還不動啊 所以我們接下來需要什麼 1234有了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5678 再來就是9011色 那有個規則性 什麼規則 就是我們的 第1列 他不會加上4的倍數 可是第2列的話會加上4的1倍 4的2倍 4的3倍 所以通常我會用什麼呢 用 加 4的幾倍 那 4的幾倍 通常這樣啊我現在在第2列對不對 所以我用Row Row Row這個時候他抓2嘛 那2的時候啊如果 我通常會先把那個 2先減掉 為什麼先減掉呢因為 我不要加上4的 這個 減2減2的話就0嘛 那第1列這一列 我不要加上4的倍數 可是如果當我這個列向下的話 他會變3 那3減掉2 1嘛 1乘上 4剛好就1倍 再往下 剛好4的2倍 4的3倍 剛好有沒有完全Match 我們要的 這個規則 應該看得懂啦 不過以後啦我建議啦如果你實在是不想記太多你可以先模仿 我的習慣是 Column是產生 我們要的那個編號 後面是產生我們要的倍數 OK所以你把他打勾啦 向右填向右填 向下 有沒有看到 1到32就好了 你想說 另外還有 假設1到7好了像那個一個禮拜萬年曆有沒有所以你們回去可以看一下萬年曆有一題嗎 有沒有1到7 一個禮拜有7天嗎那你你的做法 一樣嗎插入函數假設 Column有沒有 你可以先減掉多少減掉因為現在9嗎減掉8 1到 1到7 如果你上下還要再產生 7的倍數的話 其實一樣嘛套公式嘛加上 現在Row 在哪一列 就把它減掉 記得先減掉之後 再加 再乘上 他的倍數 比如說我後面要7的1倍7的2倍7的3倍 後面這個Row 就是他的倍數那你如果把他打勾的話 打勾之後的話向右 向下 你會發現 一個 表格就出來了 那透過這個表格你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 比如說你要抓取的是 某個範圍的哪一個編號的資料就可以自動抓過來 應該可以理解 所以第1步 我們就是產生1到32的表格 第1步 OK 用的是 Column跟Row 那第2步做什麼呢 很簡單把這個公式減下 在插入剛剛講的那個index函數 那我們的答案就呼之一出了 有沒有 這個 選這個範圍 OK 那這個就把剛剛公式貼上 這個就是一欄 因為只有 有沒有 只有一欄 OK OK應該可以看懂了 這個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記得把這個範圍 F4先因為等一下我們會向右向下 所以 鎖的話記得喔 欄跟列都要鎖 因為等一下 我會向右 向右欄跟列都不能變動 所以記得喔 按確定 向右 向下 你會發現喔 所有的資料 通通乖乖的 帶過來 應該可以看懂了 所以 這邊的話 主要是利用 那個三個函數 就可以解決了 請各位先試一下 但是這個還沒完 為什麼 因為喔 還有多餘的資料 必須怎麼樣 把它砍掉 那用什麼方式把它砍掉 最簡單 喔 前面好像有什麼 MID的函數 MID 也可以啦 不過MID的函數有個 麻煩的地方就是 冒號 以後要 還要用 Find函數 那會非常複雜 所以另外還有一個 repress函數 反正方法很多啦 那你可以找一個最簡單的 否則的話 如果你不會啊 那你可能還是要 土法的眼光 做一半 想不出來怎麼辦 再來用手動嗎 自動 選擇性貼上 只有值 然後在很苦命的忙 慢慢把它刪掉嗎 當然不是啦 所以 盡量看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那請各位先完成第1階段 畫面 先還給各位 所以我們 重點 1 先產生這個 1到32 2 就把它再變成 就是index 再來 等一下再來看什麼 就是 把不要的部分把它刪掉 這樣子 我們很快的就可以把資料 從1欄 分成4欄 OK 另外當然喔 這個題目永遠沒完美啊 後來同學就說老師可不可以把它在4欄變2欄 我說可以啊 你愛怎麼分就怎麼分 但是問題你要分得出來 那如果你都可以解決出來的話 隨時你想要怎麼取得你要的哪些部分的資料 那當然就會得心應手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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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